國防預算 總預算籌編完成 國防預算6470億創新高 這個時候國民黨一定說 啊這個兵凶戰危啊 那就一定講嘛 對不對 寫這個新聞稿的人很高竿 下一段還債1415億也創新高 基本上這個新聞裡面 出來了一個重要的訊息 這訊息是什麼 台灣就是有錢 有錢要跟美國跟盟友告訴你說 我們有自我防衛的決心 你們不用擔心 我們會逐步加上去 因為他們一直講說 你台灣要像那個 有人講到要跟以色列一樣 5% 才2.4% 太少了 台灣說我們會逐步增加 所以新的6470億再創新高 以後還是為了防務 一定會繼續下去 賴心的說我們有決心 提升自我防衛能力 跟民主夥伴加強合作 所以你們不用擔心 這是展現一個全新 那第二個是 有人就說排擠了啦 那個小朋友沒有辦法 吃到營養午餐啦 抱歉 我們還債1400億 告訴你說 我們的稅收 還有整個經濟的繁榮 是很好的 所以不但不會排擠 我們還會還債1415億 不過股市最近有點慘啦 大家是個新潮 全球的啦 全球的啦 這幾天已經出乎意料 因為有人覺得說 還沒到底 但是你看這兩天彈回來了 我心情就比昨天好多了 李明鞋也慢慢可以解套 心情就好多了嘛 24年以來最高 這告訴你說 殘債的人力 我們還是有錢 代表稅收盈餘是 這裡面其實還有一個東西 我能還債 代表稅收好 所以明年 會不會再討論一件事情 稅收盈餘怎麼分 這個東西就告訴你 我們經濟是好的 自我防衛人力是好的 但是這裡面有個趨勢 這個趨勢是什麼 全世界尤其印太地區 都在增加預算 連日本參議院 其實日本一直往上 一直拉拉拉拉拉拉拉 拉得很高 總預算7% 日本是非戰憲法 但是防衛隊你看 7兆9490日益 日元1.68兆 等一下我看錯了嗎 日本的國防預算是1.68兆 不一樣 他們是全世界GDP第三名 對 可是我們比起來 當然是有這個人力 可是1.68兆 而且 他真的是軍事大國 軍事大國 而且他佔7% 最重要的是比去年 他們這幾年 因為安倍晉三下來之後 台灣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 軍費就不斷增加 你知道要增加這個 16% 16.5 預算要增加1% 都是難上加難 因為會有排擠效應 日本沒在跟你含扣 直接增加到6% 然後美國說 所有印太國家 大家民主同盟 這個預算 國防預算要佔GDP3% 我們台灣現在都還沒有到3% 我們1%多2% 日本結果搞到7% 所以這個時候 中國的民主主義又起來了 這個7%讓柯文哲 6%都還有勝的 你不要再講柯文哲 柯文哲讓6%都贏的 所以中國的民主主義又起來了 你看日本又增加軍費了 日本又增加 可是日本也講得很清楚 我們為什麼要增加 因為我們有個惡靈居嘛 這個惡靈居 所以林方正是直接講的 中國在欠缺透明度之下 急速增加軍事力量 是日本和國際社會嚴重關切 這也很酷 林方正以前很輕忠 他以前跟中國很好 所以他的看事情的精準度 比柯文哲和小林強多了 比國民黨強多了 林方正都轉彎了 所以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因為其實我們知道是從2000年開始 其實美國一直很關鍵 中國的國防支出是極速翻倍 它的船艦是極速的增加 然後確實是造成了印太地區 還有整個亞洲地區一個非常危險的狀況 所以日本 菲律賓通通都加入了